很多小伙伴在购买这款华强北Airport的商贷啊 就有很多繁忙 比如说 因为现在呢市场是真的是五花半门 嗯什么版本都有 什么高配低配中配是吧 而且所有人都跟你说顶配顶配 但是实际上呢你去买到的时候 大多数时候你都是买不到顶配的 呃就是被坑嘛 因为市面上真正做顶配的并不多啊 顶配的话他这个成本是比较高 利润空间是不大 做什么利润空间最大呢 去做节理的 呃很多是做节理的 节理的狼牙芯片呢是价格很低 所以去做节理的话 他的利润空间非常大 市面上呃有很多 非常多是用节理第8的这一款 芯片去充当到打的芯片 像某多某宝啊 我很负责告诉大家某多某宝 绝道多数都 不是说绝道多数啊 全部都跟你说是顶配 不管他卖的价格怎么样 60块钱的东西也是顶配 200块钱东西也跟你说是顶配 那这两款有没有区别 啊肯定有区别 呃如果你花200块钱的东西去买到你顶配的话 那还可以 如果他200块钱给你做一个低配的 啊那就太坑了 呃这款水确实很深 嗯那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去分配 分分配这个 是不是顶配 首先拿到这框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下他的外观 顶配的外观 他这个壳6 用的都是这个 彩创壳 彩创壳呢 他的壳6非常非常棒 啊 跟正版的相似度是非常高的 达到90%以上 他彩创壳的壳6确实非常棒啊 质感 质感是有的 然后这个 这个 金属贴片啊 好 然后这个 金属盒页 顶配的话一般 顶配的都是又有这个金属盒页 他保存他的这个这个 然后 后面这里有一块有一串啊 这个是 跟古航一样的达码 这里 也有跟古航一样的达码 里面有序列号 这里是电压 耳机呢 看到里面他这里也有一个达码 他也是一个古航的达码 然后这个手 这个这个盒子啊 他这里有达码 这真正做到的啊 三百合一了 顶配我们再看一下外观 他这个 后面 他这个 金属尾差啊 是跟圆板一样的 用啊 这个看一下这个耳机啊 耳机拿出来之后这个啊 金属的一个贴片啊 然后后面的就是一个跟 也是跟圆板一样的这个双铁数点 然后耳机呢 再看一下啊 他自己的灯啊 他自己的灯 这也是一个真正的灯柱 他签进去的一个灯柱啊 这个灯柱 他是因为他是签进去的 上面是有一层跟圆板一样的膜 所以他他不会放闪光啊 放闪光啊 我再这样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四倍没有那么好 所以 没办法给大家看细节啊 就是真的跟圆板做的一样啊 不会说那种 垃圾或那种 放闪光的 顶配啊 一个这个按钮啊 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啊 他不会做的凹凸不平啊 顶配他都做的跟这个 耳机啊 他是平啊 非常棒 非常非常棒 再说一下这个耳机的配置 顶配首先一点 他这个芯片 是一个洛达 U566U的这个芯片 目前来说这个芯片还是最最用听的 所以大多数 呃 做顶配的都选择了 这一个芯片 这个芯片 然后 观感啊 一定是真实的观感 有带观感排线的 这样你由头换腦他都不会断暂停的啊 不要去买那种体感的啊 体感的话 他这个 不准 你必须要把这个入耳检测关掉 不然的话你 有时候你由头换腦一下 他就断暂停了 非常不方便 然后 呃 再看一下这个耳机 看一下这个 麦克风啊 大黑头 真正的大黑头 跟圆满一样的 大黑头 然后 他的 这个 麦克风呢 他是采用这个 14.2毫米的 这个 钛模 14.2毫米的 钛模 很多千眼睛呢 都是用这个 耳膜 大家可以去上网查一下 然后 他的 采用的一个是降噪麦克风 降噪麦克风 可以达到 NC真正的主动降噪 你听歌的时候 是可以安静的听歌 当然 效果肯定是没有正版的那么牛逼啊 这里我负责很告诉大家 降噪 不可能达到效果那样 但是他已经做得不错了 这个降噪还是不错的 因为 因为苹果呢 他这个降噪啊 但是这个全世界都不要钢 也就是说他的降噪技术 非常非常浪B 甚至国内很多大厂 也很难做出这种降噪出来 所以这个 技术难度还是比较大 但是 我是这一款滑翔北的 这一款最顶配的 但是我们这一款滑翔北最顶配的 这款 他的降噪呢 还是还是不错的 还是可以的 然后他这里 看一下这里啊 顶配的这里是真正的钢网 这里是钢网 这两个都是钢网 这个钢网呢 它起到了真正的通透作用 就是有真正的通透模式 你打开通透模式之后 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通透 外面的声音清晰很多 然后 呃 最领配的这里还有一个是 暗压触控啊 暗压触控 真正的啊 暗压触控 等一下给大家释放一下 这个也是非常牛逼的 整体来说这个外观啊 它就是达到正品的95% 外观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就是说你 呃 我觉得看不出来是真的方便 然后 给大家测试一下这个这个这个功能啊 首先他们这个开盖腾窗啊 然后他们 呃 我们就按住后面的按钮 然后我们让他连接 啊 连接 因为我这个是通过icode去连接的啊 所以说他这个连接方式 所有动画 他都是官网的 就是官网的啊 看一下连接啊 就是官网的啊 官网的动画 所有动画都是一致的 这里有一个 这个纠缠啊 对大家怎么去操控 去触控啊 好 而且这个啊 不跳电量啊 注意啊 这个是不跳电量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耳机啊 他这个耳机差的是83% 然后这个耳机8% 然后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 他是不是真正的不跳电量 啊 看一下这里 啊 降噪 关闭通透模式啊 随积切换 随积切换 这里是呃 可以改名的啊 可以改名的 我给大家改一次 改一个 呃 华强北 GDX 啊 华强北GDX 呃 华强北GDX 华强北GDX数码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可以改名的 改名定位这些都有的啊 这些其实很早了 时候就已经攻克了这个档题 呃 然后通透 镇照 这些功能都有的 啊 按住要破的啊 就是说按住这里的时候 他这里的主右耳控制 啊 然后这个耳朵贴耳朵测试啊 我们来试试一下 嗯 我们把一个耳朵 把一个 比如我把右耳放到耳朵里面 好 出去 啊 看到没有 贴耳朵了他了 他这个所有的功能都是跟 原本一模一样的 自动转换键 这个我们这里是 采用真正的光感排线 所以我们把这个打开 非常非常联名 等一下给大家试试一下 麦克风啊 自动切换AirPods 就说什么呢 可以 自动的切换左右 我们这里采用的 它是一个 双收音啊 双收音 就是 两个耳朵 他都有一个麦克风 他的底部啊 而且他的收音部分在这里 就说保证你通过质量非常非常好 不是说 有那些运配板 有的通过很小声道 情况不会的 音质也非常棒 好 我们 这个 来测试一下这个 好 我给大家测试一下这个光感 首先 我没有触碰到它 是吧 它现在是暂停状态 然后我 靠近它 我这里还没有触碰到它 大家看到没有 我没有碰到的时候 它又开始播放 它这个是真正的一个光感排线 非常非常凝密 播放暂停 这样 我现在给大家看 播放暂停 呃 这个 暂停 播放 暂停 我们再触碰到 真正的光感排线 非常非常灵敏 特别灵敏 这种保证你有所换到它都不会 都不会停歌的 都不会暂停的 然后 呃这个 按压触碰 我们先又把它模拟在耳朵里面 按一下 暂停 按一下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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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来模拟一下 这个 收耳啊 收音啊 嘿 希蕊 我把希蕊喊出来了 是吧 呃这个 这个麦克风也是ok的 呃 呃 嘿希蕊 这个麦也是非常非常ok的 通话质量非常非常棒 嗯 实际上呢很多 呃 信息上呢很多是有办法 他是想买滑翔杯 这款AirPods 因为他这个确实确实非常香 因为你大概只需要花十分之一的价 就可以买到正比的80%剩90的一个 一个 体验啊 我说90%其实底配来说绝对不夸张 这款其实是很推荐大家去去去 去认识的一款产品 然后耳机的话大家可以多问我 嗯 千万不要去买那种低配的啊 千万不要去买那种低配的啊 没用 那种体验效果不好 真正的低配他的体验效果 绝对实际上你满意 反正这款是非常让我心动的 嗯 好谢谢大家